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是中国互联网的传奇人物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你如何创造更好的明天 假如你看到社会的积极的正面的一面 去改变自己的一面 你才会成功 他是年轻创业者心中的教父 他用不断地超越证明自己坚持的理想 你的职责就是比别人多勤奋一点 多努力一点 多有一点理想 世界才会好起来 他曾获选为未来全球领袖 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登上美国权威财经杂志 福布斯封面的企业家 十年以后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商务都会在电子商务进行展开 这是个时代 这是个未来 他就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 本期节目 马云与80后面对面 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 那么在我们许多还没有来到现场的一些朋友当中 他们在线提问 其实有一个问题顶得最最高 我一定要代表大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有一位叫从陪梦的朋友说 马总你好 你对我们80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发现我身边不乏创业的激情 从自身讲这种激情也让我坐立不安 急切希望成功 而作为刚刚毕业的我们而言 不足10%的创业成功率 你觉得我们应该做哪些规划 才能提高这种成功率 这种激情是否应该遏制 创业其实是很艰辛的 我一方面在鼓励大家创业 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100个人创业 95个人死掉 你连声音都没听见 你根本不知道这95人存在过 还有四个人呢 你是看着他们死的 还剩下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很勤奋 但未必是最勤奋的 这个人很努力很聪明 但未必是最聪明的 有很多的机缘 有很多的因素 让他成功 另外一个创业的人 永远就想 我是为10年以后 5年以后创业 不是为今天 假如你觉得创业是为了今天 因为别人这个事情今天做得好 我去做 你的成功率就很低 所以很多时候 我希望大家 既要有激情 但更要有耐心 刚刚创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和我团队说 我们既要有像兔子一样的速度 但要像乌龟一样的耐力 你坚持到底 为未来而创业 不是为今天而创业 可能你会心情平淡 你可能做起来就方便多了 好 接下来我相信大家迫不及待的 想跟马云面对面的提问和交流 那么就是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走到两边的麦克风后面 然后提出你们的问题 好吗 好 这边的同学 马云老师您好 您如何解读信念这个词 是否有怀疑过自己的时候 在怀疑自己的时候 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是经常怀疑自己的 我怀疑自己 但不怀疑信念 因为信念和自己 有时候是不一样 我怀疑自己 这是做的对不对 但是信念 我的目标 我从来没怀疑过 阿里巴巴城里说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是我们的信念 这信念不会错 但是我做的对不对 是不是按照这个路 我经常要怀疑 然后不断来讨问自己 什么是信念 我这么信 就是感恩 我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理由成功 阿里巴巴也没有理由成功 我们走到现在为止 活下来 而且做的不错 我觉得 有很多很多人帮了我们 我和我的团队 充满着感恩 我十年以前 我说感恩的时候 我也像口号一样 现在是我真觉得 我们怎么会那么好运气 我真觉得 明明之中 有人在帮我们 有人也问过我 怎么样把握运气 运气从哪里来 如果你有感恩 运气就会来 第二个 养 信仰的养 就是敬畏 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但是你敬畏他 如果你有敬畏之心 鬼神就会避开 好 下一位 马云你好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直率的人 但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或者是人际交往的这种加强 逐渐会有人要求你变得约滑 或者是事故 你到底是坚持你自己的本性 还是说顺从主流大主 给你的价值观 这两个事别对立起来 你自己坚持的东西 未必是对的 但也未必是错的 社会大众的 也未必是对 也未必是错 对你来讲 是选择这个 还是选择那个的时候 你做选择你正确的事情 我其实也一样 你说我圆滑了吗 其实我不算太圆滑 我刚才我就觉得 慢慢讲 但是要讲出自己想问的问题 前面的很多废话 就别讲了 这是我不圆滑 我心里很想说 但是我圆滑 我需要给你个面子 就不说了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 社会在不断地变革 你也要不断生意这个社会 但是你的价值是 请问有我在和没有我在 有什么区别 我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 我对边上的人有什么贡献 我对我的企业有什么价值 我对我开那个小店的同事 是有什么价值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 好 这边的同学 主持人的马云老师您好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是现在困扰着我的 您说了男人身上的品质 永不放弃非常重要 但有时候我们也听到 有人跟我们说要学会放弃 那怎么样在永不放弃和别会放弃 之间做出个平衡 我觉得你要想成功 你一定要永不放弃 克服各种困难 但是你学会放弃的时候 你才开始进步 假如这是一座墙 你要绕过去 撞在墙上 你永不放弃地撞 还是撞不过去 学会放弃 退一步 看一看 别让它绕过去 什么是战略 战略是一张地图 看看杭州到北京 一直这么点路 你走路 你走晕过去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理想和现实是很远的 但是我们学会 什么东西给放弃 什么东西不放弃 我永不放弃的是 我的使命价值观 我宁可把公司关了 但我不会说 为了赚钱我放弃这些东西 全中国99%的企业在赚钱 但他们可能未必抓住使命 我以使命感和价值观 去做赚钱的时候 我心里踏实 我是帮别人 我的团队是讲究诚信 我的团队讲究拥抱变化 团队团队合作 我们觉得踏实 这世界上一定有人 比你挣更多的钱 但是说 是不是赚不到钱了 你就会放弃 我们做一件事情 对社会有贡献 我们如果没赚到钱 这件事情一定没多大贡献 但是你赚了钱了 未必对社会有贡献 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 最后它一定挣钱的 这是肯定 而要有贡献 那就你的使命感 价值观 整套体系去建立起来 要它sustainable growth 就是让它永远可持续的发展 离开这个 你走不远 练全是一样 练外形 没有内功 一点用也没有 光练内功 外形差也没有用 都合在一起才是高手 好 下一位 马先生 你好 您十年前有你的设想 用电商改变整个中国人的生活 从我们一般人来看 三个字可以形容 假 大 空 你当时用我的感觉来说 也是在假大空 来跟你的员工来沟通 跟你的石器罗汉在沟通 但是为什么你能 将那石器罗汉变成十八罗汉 然后一直在让淘宝再前行 你认为是假大空 我从来就没认为过 有的时候马云 你的讲话我们很喜欢 什么原因你特别能讲话 你是不是当过老师 你们这儿举举手 有多少老师 你们是真的喜欢听他课的 估计不多 我估计绝大部分人觉得 我以前当老师 总是提前五分钟下课 大家都很高兴喜欢我 不是把教材的东西都讲完了 学生就喜欢你的 知识是用来唤醒智慧的 我跟我同事讲话的时候 是希望唤醒他们心中的一种共鸣 我讲的也许是错的 但是我相信我在讲的话 很多人演讲的话全对的 但是他自己不相信 忽悠和不忽悠的区别是什么 忽悠是自己不相信 让人家相信 真实是我相信 你们想不相信 我知道你们慢慢会相信的 这是区别 我从来没想过假大空 假如是假大空 我的员工不是最出色的精英 但他们绝不傻 三个月就觉得不靠谱 逃得比你还快 所以我觉得 十年以前到今天 我还是这么在讲话 说明没那么假 也不空 只是我们看到的是愿景 我是为未来工作 我绝不为今天工作 如果你们创业者 要想做这条路 所有在座的80后90后 你们的时代 还有十年以后的事 不是今天 我们淘宝的时代 不是今天 淘宝的时代 是二十年以后的淘宝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录像 它会变成怎么样 这是我今天在努力的事 好 下一位 好 这边这位同学 你以前也说过 把痛苦当着快乐去欣赏 我最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有一天 您把阿里巴巴做没了 淘宝网做没了 您打算怎么去赚 我把阿里巴巴和淘宝 怎么做没它是吧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您把阿里巴巴给做没了 您有什么 您打算怎么去办 就是说后来的事情 你说把痛苦当欢乐去欣赚 对 那你把淘宝和阿里巴巴做的没了 你还能不能这样去欣赏 对 我还没愚蠢的把阿里巴巴和淘宝做没了 但有一点 这儿讲这个呢 有点空和弦 但是我在公司内部去年讲过 阿里和淘宝 前十年 从无做到有 未来十年 要从有做到无 这个无是什么概念 这个无叫做无处不在的概念 无要比有更厉害 人可以几天不吃饭 大家知道 七天 对不对 有的熬到十二天差不多了 人可以几天不喝水 两三天 人可以几分钟不吸氧气 两秒钟你熬不熬得住 两分钟 人不可以两分钟不吸氧气 但是氧气你摸得到吗 摸不到 无一定有的时候 比有更加强大 所以我希望是 大家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看到的淘宝 它不是一个网站 不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 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是我们希望通过淘宝去挣钱 而是淘宝影响了这几代人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这个是我最大的乐趣 淘宝改变了中国零售 淘宝改变了所有的标准化 定制化 改变了工厂赚不到钱 消费者看个电视广告 要付300块钱 我要改变这些东西 就像支付宝 我们不是说我解决支付的问题 支付宝希望有一天 它能够让平民老百姓 也能享受金融服务 老百姓现在到银行去交了钱 银行给你2%的存款利息 他拿这个钱去赚钱去做大企业 也没错 但是我们真正的平民老百姓 也应该有这样的金融的服务 这是我的乐趣所在 所以假如这个方向错了 假如我们这个理想和愿景错了 我愿意他错 如果是这个愿景 使得淘宝和支付宝阿里巴巴倒台了 那就倒台吧 我们至少努力过 但是80后90后 你们得跟着继续这么赶 人类社会一定会好起来 大家去努力才会有机会 所以 我觉得这种痛苦 是一种快乐 因为你知道为信念住在 为这些事情做 你乐趣挺大 所以你说今天淘宝挣多少钱 我一点快乐都没有 支付宝挣多少钱 多少快乐都没有 有什么快乐呢 一定会有人比你更有钱 有人说 马云你可以当中国盖茨 什么中国首富 我连对外经贸大学的首富 我都不想当 我当不了 我也当不去 盖茨你很难跟他比 谁有钱 也没出息跟盖茨比谁有钱 要跟他比 谁对社会贡献大 谁能够让更多人富起来 我觉得这 咱们还有点机会试试看 你们要这么去比 这是我的看法 反正乐趣就在这 对吧 要完成这个是挺辛苦的 好 下一位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 责任与能力的关系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把自己的能力看得过高 总是埋怨别人有问题 世界有问题 规则有问题 体制有问题 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力有问题 更没有想过自己责任有问题 80后90后也好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有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总觉得 我挺厉害 凭什么我没有机会 凭什么马云有机会 我没有机会 凭什么他有机会 他爸是你刚 对不对 一个人的事业多大 中央电视台说的 心有多大 舞台有多大 是不是 我觉得中国人的心都特大 但是我的理解是 责任心有多大 舞台有多大 你愿意为一个人承担责任 那你就是很好的自己 你愿意为五个人承担责任 你是个经理 你为两百人 三百人承担责任 你是个总经理 你为13亿的承担责任 你就是总书记 你愿意为多少人承担责任 有人说承不承担起 你去努力 你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 你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看能力和责任是不一样 绝大部分人把自己的能力看得过高 我也比较担心 别人表扬我 飘飘然 别人骂我 我会沮丧 今天我过去了 我出来看马云 这哥们儿 这么多东西不是你干的 别人表扬你 别得意 这不是我干的 别人骂我 这哥们儿真倒霉 我就像看别人小说一样 看这个人 但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 我进去 这不是我的能力 而是我的责任 好 下一位 好 这边这位女同学 马云先生您好 您对当年QQ大战360 有何看法 我觉得这场竞争也好 这场冲突也好 是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为止 是一定要碰上 不是QQ360 就是XYZ互相对垒 但是我觉得 今天我们最要问的问题是 社会给了我们互联网公司 巨大的信任 巨大的资源 我们今天不能动用客户的利益 去展开竞争 所以我没做过评论 所以互联网应该是想办法 促进社会的发展 沟通和交流 我也竞争过 我希望竞争是这样 森林里面的竞争 狮子吃羊 绝不是因为我恨羊 而是我需要发展 昨天我说 北京城里面最早的黄保车 被汽车打败了 所有的黄保车夫去砸汽车 你砸不光的 他这个时代会取代你 我们今天中国的商业的形态和环境 我们要反思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 不是今天谁对谁错 而是我们所有人才这里面学到了什么 反思了什么 所以我看到的是马化腾讲 他们会反思 会更加开放 更加分享 这就是这场冲突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都在学习中进步 从这场以后 再也没有互联网公司 敢拿客户的利益 去展开竞争 这个时代过去了 所以我为这个坏事 带来的好事感到骄傲 谢谢